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讲的法国美术 那么实际上从18世纪开始 整个欧洲大陆它的艺术中心就转移到了法国 所以基本上从上一次到现在 包括以后的课堂 我们可能最后讲到的这个艺术中心 大家会发现基本都是在法国 因为法国已经成为当时欧洲的 这样一个从政治到文化到经济的 一个最繁荣的这样一个中心的 这样一个地区 所以说我们后面讲的艺术呢 都会在法国这个国家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19世纪法国居然有这么多的艺术流派 大家可能会如果一对比就会有区别 比方我们在讲文艺复兴的时候 那么整个15 16世纪 我们讲到的就是指一个 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主的这样一个 我们统称把它叫做文艺复兴 也就是在它整个一个到两个世纪 那么欧洲呢 它流行的都是一种艺术样式 或同一种风格的艺术类型的 这样的艺术 那么到了17世纪也是 整个上流社会流行的就是巴洛克 然后到了18世纪洛克克 那么只是在后来因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所以说呢 还有一些关于像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呢 就会开始出现 像夏尔丹等等 但是我们看到19世纪 没有一个艺术样式可以流行一整个世界 所以说它这几个艺术基本上同时存在 但是呢 大概也有一个时间 比方先出现的是新古典主义 然后后来呢 是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 巴比松画派 米勒和政治讽刺画家 那么特别后面的三到四个 其实是差不多时间同时出现 所以说这样的 这么多的艺术流派在整个19世纪100年当中 它同时大概是在这样一个时间都冒出来的 所以大家会发现 它不再是一个艺术样式呢 可以流行一整个世纪 所以说这个呢 也证明呢 在19世纪的法国 艺术更加民族 更加多样化 那么人们自由的选择 或者说艺术家 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更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个性的 或者说特色的发展会更明显 所以说一种样式流行于一整个世纪 已经再也不可能了 这种状态 好 那么今天我们课呢 我们就先从新古典主义开始讲起 然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以及巴比松画派和米勒 将是我们这一次课呢 主要会在19世纪的美术里面 会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介绍 好 我们下面呢 就先看一下关于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呢 其实最主要的有两个人 就是一个达威特 一个安格尔 好 这两个名字呢 大家不一定很熟悉啊 但是呢 如果提起达威特 因为达威特这个翻译的原因 他还有一个名字呢 叫做达威 好 他不是不是雕刻那个大卫 那个雕塑那个达威啊 是他的名字被翻译成达威 好 达威特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 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同学 在你曾经历史课本里都看到过 都应该是读到过的他的作品 但是只是因为我们直接提画家 你可能不一定会想到他 有没有同学 现在可以回想起 我指的是哪一幅作品 就是马拉之死 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在课堂上 一提起马拉之死的时候 下面同学说 哦 然后都恍然大悟 哦 原来就是他 就是那幅画的这个作者 好 那么安格尔呢 也是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的一个代表 其实新古典主义为什么会出现呢 它其实也是 我们其实前面也提到过 关于艺术的发展啊 它是波动式的 因为我们在上一堂课呢 讲到18世纪法国 最主要流行的是洛可可艺术 那么洛可可呢 它是纯装饰 而且呢 那种非常的 这种反腐 以及追求奢华 享乐 所以说到我们在一个 极美或者是唯美的角度呢 我们去到极端的 这样的一种装饰性的话 那么反过来呢 他们就会 其实就会出现一个艺术样式来平衡它 那它就会比较严肃 然后比较树木 然后整个的这个绘画的 包括它的构图等等 它就会讲究一种平稳的构图 包括颜色呢 也比较古典 所以它其实是在平衡 洛可可出现的一个极致的奢华 和这个装饰性 所以这样呢 就出现了关于新古典主义 好 我们这里看到 我们说新古典主义选择严峻的题材 是不是和洛可可反差很大 我们前面看到洛可可 洛可可艺术讲究男欢女爱 什么偷吻啊 钢琴课呀 然后这样的一种 一种包括爱和这种欲望的 这样的一种享乐的表达 可是呢 新古典主义 它讲究的是严峻的题材 然后强调古希腊 罗马的市民英雄主义 在艺术上强调理性 重视书描 追求以纯洁的语言 来表达传统的美学观 和宗教渊源 所以大家发现 它是和洛可可完全相反的 一种艺术形式 好 这里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达卫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达卫特最著名的这幅作品 叫做马拉之死 那么达卫特呢 它有一个特点啊 在艺术史上 其实对它的评价 是褒贬不一 为什么呢 因为达卫特呢 它属于一个 呃 他觉得画家应该涉足政治 但是呢 在他的整个一生的 包括他的画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我们有一点觉得 他没有搞清楚画家 该怎么涉足政治 比方这一幅啊 这幅呢 马拉之死 那么它表现的呢 基本上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马拉是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革命党 革命者 结果呢 因为马拉呢 他患有皮肤病 他每天呢 都必须有几个小时 是泡在浴缸里面 实际上是用中草药 去治病 好 结果呢 当时的宝皇派呢 就有一个 相当于是女特务 或者是女间谍 然后就以给他写了一封信 找他求助的 这样的一个借口 然后呢 在他泡在浴缸里 治病的时候 来找他的时候 就趁机刺杀了马拉 所以这样呢 就叫做 马拉之死 所以从这幅作品 大家看到 如果说 达威特选择 画了这幅画 那么就是达威特 他其实是 站在革命党这一边的 那么他是支持革命的 他支持法国大革命 所以这样呢 他才画了这幅作品 并且这幅作品 画出来以后呢 大家也觉得 非常的鼓动 大家的这种革命精神 所以说绝对是 对于革命 是一个鼓吹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可是呢 后来呢 达威特呢 却又倾向于 因为法国大革命 后来失败以后 结果呢 拿破仑执政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 拿破仑的 非常有野心 然后呢 讲究的是自由和民主 甚至是去解放法国 包括其他国家人民的 他是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名义 来发动了很多的战争 所以这样呢 达威特呢 开始呢 他就非常的崇拜 拿破仑 然后他觉得 拿破仑就是他想要的 这样一个 能够表现他的 他的内在的那种革命 真正的那种革命精神的 这样一个人 所以说呢 当拿破仑执政以后 达威特呢 就成为了 拿破仑 最棒的御用画家 而且呢 他画了很多 为拿破仑歌功颂德的 这样的一些作品 比方我们看到这一幅 拿破仑穿越阿尔卑斯山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 按照历史的记载 拿破仑其实穿越 阿尔卑斯山的时候 是骑着驴子过去的 因为当时条件有限 只能骑着驴子 可是呢 我们这里看到的 大卫所画的 他是骑着白马 很英俊 潇洒的 拿破仑 如果说骑着驴子 怎么能够表现 拿破仑的丰功伟业呢 所以一定要把它换成白马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呢 这个达威特呢 后来画了 众多的为 拿破仑 包括他的政治 包括他的伟业 去 这样的一个唱战歌的 这样的一些画作 然后甚至呢 还有 下面我们看到 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叫做 拿破仑加冕 拿破仑加冕 拿破仑加冕呢 在历史上发生的时候 也很有意思 因为拿破仑很傲慢 然后他觉得 他自己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统治者 所以当他加冕的时候 他是不 他不 他在教皇面前 他是不下跪的 他觉得我怎么可能下跪 也过呢 而且呢 他也觉得他的皇冠 不能由教皇给他来戴 当时事实上 历史上发生的时候 拿破仑是 一个是拒绝下跪 然后还一个呢 拿破仑是 直接把皇冠拿过来 就戴在自己的头上 好 但是呢 在画拿破仑加冕的 这个状况的时候 达威特觉得 这其实是蛮尴尬的 一个历史的 这样一个事件 如果他真的画 这个拿破仑 站着 然后拒绝下跪 然后自己带 给自己带皇冠 然后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 所以说呢 达威特当时就很巧妙的 避免了 然后他就画成了 拿破仑呢 已经带着 拿破仑已经带着了皇冠 他带着皇冠 然后带着皇冠的情况下呢 他在给他的妻子 约瑟芬加冕 这是他的妻子约瑟芬 他给他的妻子 约瑟芬来加冕 所以就巧妙的避开了 那个让人觉得 很尴尬的情节 然后还一个 很有意思的是呢 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 其实他当时想娶她 她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上下朝野 然后包括拿破仑的母亲 都非常反对 为什么 因为约瑟芬 他相当于是离过婚 还带着一个孩子 然后他们都觉得 拿破仑 你怎么能和这样一个女人 结婚呢 可是拿破仑 就是爱约瑟芬 他说我就是要 给给予约瑟芬 就是我能够给予他的一切 让他当成 这个法国 就是最 就是站在权力 最高的一个女人 他说我要让她 成为这样的女人 他说我就是爱她 所以实际上呢 在约瑟芬的这个婚礼上的时候 拿破仑的妈妈是没有出现的 我们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拿破仑的妈妈 但是呢 在这幅画里面 拿破仑的妈妈却出现了 为什么 我们说相当于是 达威特篡改了历史 一个呢 他让拿破仑 避免了他自己 给自己带桂冠的 这样带皇冠的 这样的一个尴尬 然后还一个呢 当他的母亲 即使没有出现在 他的给约瑟芬的这样一个 承认约瑟芬地位的婚礼的时候 可是呢 达威特把他的母亲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 就是PS进去了 他就故意把它画进去了 所以我们从这角度来说 他篡改了历史 可是呢 他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却非常符合拿破仑的心意 所以这幅画呢 被认为是画得非常非常棒 然后很符合拿破仑的 这样的一个 所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 画作的细节 这里是画作的细节 好 这是月色分 月色分 然后我接下来一张放大图 好 其实放大我们大家看一下 画作的细节 包括衣服的细节 以及美丽的月色分 其实画的 从画画技巧来说 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画得非常非常的棒 好 但是呢 后来呢 因为拿破仑呢 他实际上成为了 这样一个统治者以后呢 他其实也很独裁 然后也很专制 所以后来的达威特呢 其实他有失望 他有失落 所以后来呢 当拿破仑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以后呢 达威特的下场其实不太好 所以最后呢 就被流放到了比利时 然后在那里呢 最后去世 所以这样达威特的过于的涉足政治 就导致了 因为他最早是倾向于革命者 所以他画了马拉之士 然后后期呢 他又倾向于拿破仑 然后呢 又为当时的君主歌功颂德 所以这样就导致了 他在政治上 他是两边摇摆的 他两边摇摆 所以有人觉得呢 达威特主张画家要涉足政治 可是他真的没有搞清楚 画家该怎样涉足政治 并且呢 他在涉足政治的这样一些画筑里面 明显的做了假 所以达威特在历史上呢 就成为了一个 让人觉得有点尴尬 让人觉得他好像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的 这样的一个画家 所以这里呢 其实同样也提到一个 就是我们前面在 讲到伦伯朗的时候 讲到自画像 然后后来呢 讲到了包括夏尔丹的 这样一些画家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的一个 包括格留兹这个道德画家 然后我们会提到一个 关于画家的职业 画家的职责 包括画家的义务 以及画家的使命 画家是表现真实 还是为某一个人 去为他唱战歌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可能这个画家 要思考的问题有很多很多 因为有一些作品 他最后在历史上能够留下来 可能他还存在几百年 上千年 那么后人怎么去评价他呢 好 那么这是关于达威特的介绍 然后下面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画家是安格尔 那么安格尔呢 绘画技巧绝对一流 然后他也是属于新古典主义 这个画风的 然后安格尔呢 当时呢 由于他的绘画技巧实在太高 然后最后呢 他就当上了法国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 好 我们看一下安格尔呢 是以画美丽的 非常非常美丽的女性人体 而著称的一位画家 那么从绘画技法来说 是绝对无可挑剔 然后我们这里看到 是一个背影的瓦平松玉女 好 然后同样呢 我们再来看一幅 这一幅呢 叫做土耳其浴室 土耳其浴室 结果我们会发现 土耳其浴室里面前景的这位女主角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瓦平松玉女很像 他们其实很像啊 这两个人我站开一点 让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说其实呢 这样的可能这样一个背影的 画女性人体背影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对于安格尔来说呢 他非常喜欢 然后他追求一种纯粹的 唯美的一种表达方式 然后我们看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就更棒了 然后这幅作品呢 是他的大宫女 这幅作品叫做《大宫女》 好我们看一下 仍然是表现女性优美的 脊背线条的这样的一幅女性人体 结果这幅作品出来以后 有一点有意思的是 很多观众啊 站到这幅作品面前 你看 就第一眼啊 好舒服好美 可再看两眼 哪个地方有点不对劲 然后最后发现 这个女性啊 从人体结构比例来说啊 我们前面写了达奔奇 是不是把人体结构比例 可以画得非常精准的 这样一个画家 结果我们发现 如果从人体的结构来说 这个极柱啊太长了 正常人怎么可能 有这么长的极柱呢 大家看一下 好 结果当人们提出这个质疑的时候 安格尔说 我如果说画面 只要能够表现美 那么多了两三节极柱 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人们就发现这个极柱 至少多了两节到三节 结果安格尔是这样解释的 所以说为了美 我可以不择手段 或者为了美 我可以有意的拉长 加个两三节极柱 这都可以啊 因为是美啊 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美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安格尔呢 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 他对于唯美的 就是所有的画作 所有的颜色 所有的笔触 所有的东西呢 都一定是要为美来服务的 所以他是一个极端的 一个追求绝对美的 这样的一个画家 好 我们再来看画作的细节 很精致啊 非常精致 然后在他的画面里呢 我们是不太可以看到笔触 我们前面讲 伦伯朗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那个放大图 我们会看到很明显的 那个笔触的 那种粗糙 可是那种粗糙感 你不会觉得那个画没画完 你觉得那个粗糙 在表现一种 一种绘画的风格 或者画家想表达的 一种情绪在里面 但是安格尔的画作 我们看一下 绝对你看不到笔触 它是绝对的精致和唯美 好 同时呢 我们再看几幅 安格尔的其他作品 好 我们看这几幅 这几幅 然后这几幅呢 然后他画了 当时很多有这个 上流社会的一些贵妇 但是这些作品啊 你真的 你看到以后你就觉得美的令人窒息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你会觉得他的脸庞完美无瑕 然后像我在做这个 画能图片的时候 我在找图片的时候啊 我其实看到这个放大图 我立马就觉得自带美颜 就安格尔自动的就为这些 这些贵妇们啊 这些夫人们 然后给他们自动加了美颜滤镜 然后画了那个 他的那个美啊 就让你觉得啊 你只有赞叹啊 只有赞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画面细节 他的细节绝对无可挑剔 绝对无可挑剔 而且呢 其实呢 在洛可可流行的时候啊 就有一些东方艺术 包括日本的服饰会 然后还有中国的一些瓷器 就已经流行到了欧洲 然后当时的欧洲人 他们很惊叹于中国人 如何在这个瓷器上面 画得那么精致和精美 然后他们也见到了 中国的那个工笔画 中国工笔画画得很精致 那么和我们习惯的 中国的那种泼墨山水写意 是不同的 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 人们就吸收了中国绘画 传统绘画里面那种很精致的 包括线描 然后那种很精细的描绘方式 所以说安格尔的很多作品里面 其实你甚至会觉得 有一点东方的那种精致细节 这样的一种表达 好 我们再欣赏几幅 这幅我也很喜欢啊 非常喜欢 然后你觉得是一个 养尊处优的一个 很享受了荣华富贵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想 而且很懂享乐生活的 这样一个女性 然后你一看到她 你可能就觉得幸福和甜美 好 下面我们 我们再看一幅作品的放大图 然后这一幅我也很喜欢 这幅我们看上去 是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少女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她的放大图 哇 绝美啊 真的是绝美 而且很纯洁 纯真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面庞 非常非常漂亮 这样的作品 你就静静地待几秒 和她好好地欣赏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 从女性人体画作来说 全是安格尔最著名的一幅 这一幅 基本上这幅作品呢 已经成为了安格尔的表达的一种 对于极致的 唯美的 这样的作品的一种追求 让我们看一下画面的放大细节 其实安格尔呢 虽然画了很多很成熟女性的 我们前面有看到 可是呢 在她最著名的作品里面呢 她表达的是一种少女和纯洁 这种少女的纯洁 包括眼神 包括眼神 然后包括整个肌肤的这种 洁白无瑕 无可挑剔 然后这些作品呢 就成为了安格尔呢 最著名 或者最有代表性 或者说呢 可以完完全全地代表 安格尔的这样一个艺术 审美的追求 好 然后安格尔这样说 他说世界上不存在第二种艺术 只有一种艺术 其基础是永恒的美和自然 好 好 下面我们看到 在1837年 达盖尔发明了色影技术 差不多是在安格尔呢 因为当美术学院的院长 其实当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也比较长寿 然后但是安格尔 在当美术学院的院长的 这一段时间 就虽然他自己是有很高的 这样一个艺术造诣 并且他的画作呢 这种唯美的表达 那么他当美术学院的院长是 当时的皇家美术学院院长 是绝对是够格的 对吧 但是呢 又有一点是 他因此呢 就摒弃了其他所有的 新兴的艺术样式 比方说我们在下一个单元 会讲到的印象派 那么印象派的画作呢 当时一画出来以后呢 因为他和新古典完全不同 他太前卫 从我们现在来讲 所以安格尔呢 就排斥了所有其他新古典之外的 这样一些艺术形式 然后结果呢 到了摄影技术出现以后呢 因为我们前面看到 安格尔已经可以把人真的画像照片一样 包括画面的这样的一个细节很精致 所以说这样呢 安格尔当摄影技术一出现 安格尔当时甚至是 他们有一些画家就联名给法国政府 就是要禁止摄影技术的使用 好 但是呢 几年以后 法国政府甚至是买了这个摄影技术的专利 开始大型推广摄影技术 所以后来呢 安格尔呢 自己也说了一句话 他说 画家再也无法超越摄影技 再也没有办法超越了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呢 后来安格尔呢 也没有办法只有接受了这样一个摄影技术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样呢 也导致了我们下一个单元的 在印象派我们会讲到它的时候 为什么在印象派时期会发生如此巨大的 这样的一个绘画的革命 实际上是因为摄影技术 已经强大的威胁到了画家的职业的生存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课呢 关于新古典主义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还是19世纪法国 但是呢 非常非常鼎鼎大名的 就是浪漫主义 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